今集介绍的这个地方 夹杂在观塘和将军澳的中间 就是近年备受欢迎的条景岭 条景岭曾经是香港的寮屋区域 现时条景岭经过改建之后 成为了青山绿水的一个完美居住地 作为将军澳的桥头堡 条景岭是观塘区连接将军澳中间的一个必经交汇点 由于这一区独特的定位 令到不少在观塘、九龙湾上班的朋友 会选择在条景岭定居 讲到条景岭最大特色 首先要讲一下环境气氛 条景岭轮近将军澳一带 视野开扬 而且单车公园附近 绿花地带充足 还有几棵小樱花在 春天时节樱花盛开 还吸引到不少居民 在附近野餐赏花打卡 附近还有大型的 单车体育馆 以及各类康体设施 为居民提供充足的运动消贤娱乐 相当写意人生 而条景岭沿海一带的海滨报道 宁静而优美 无敌海景 更加是不少运动人士的打卡位 未来将会兴建一个中央大道公园 将四周凝聚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地带 除了运动方面 条景岭是一个文化气息浓口的地方 最为人所认知的就是香港之专设计学院 不少优秀的设计人才都在这里翻学进修 也都间接令附近遍布各式各种的文艺设计 最后讲到生活方面 现时条景岭有都会站 维景湾伴 和彩明商场为主要救物点 给住户补充日常生活所需 想要更多选择的话 邻近的将军澳站有大量大型商店 例如popcoin popwalk 将军澳中心等等 Hackhot玩乐一应俱全 条景岭以港铁站为主要交通工具 配合多条往返将军澳 观塘 新界 以及港岛的巴士线 无论港九新界 去哪都这么方便 条景岭位于95校网 将军澳天主教小学 将军澳纯度卫里小学等等著名小学 当中有不少直知小学 都是中小一条龙 小朋友选择将来前景 自然更加运筹为压 今集介绍是这么多 想知多些 就记得联络美联物业啦